面板双虎公布了8月份的营收 受到面板出货持续供不应求 缴出了不错的成绩单 那么群创友达更是同步看好 产能利用率会维持在高档 也可以带动下半年的获利表现 中国11拉货潮启动 带动面板厂获利持续起飞 群创8月合并营收381.79亿元 月增4.8% 比去年同期大幅成长15.6% 业绩维持在高峰 大尺寸面板出货更是来到1284万片 比上个月增加11.8% 总经理王志超强调 今年以来市场需求超乎预期 带动产能持续吃紧 面板其实事实上在所有显示器里面占最大 所以它一旦市场稳定 下半年的市场就不会太差 王志超更透露比电、监视器 以及电视面板全面缺货 公布应求状况可能延续到明年上半年 50寸以上易经电视 出货比重已经达到20% 加上对岸厂商推出低价4K电视 拉台市场渗透率攀上13%到15% 寻创部排除增加资本支出 启动扩产计划因应 第二季Money的缺到第三季其实连TV都开始缺好 那我们这样看的话一直到大概到今年第四季大概都会维持 在中国大陆11的这个拉货还有就是年底波美的这个假期的销售呢 第四季我们现在看起来需求的状况也还算不错 有达8月营收355.08亿元受到产品组合影响 虽然微幅下滑0.8% 年减4.4% 不过大尺寸面板出货表现比7月成长3.6% 达到998万片 总经理彭双浪也同声看好产业趋势健康 第四季产能持续满载 需求望到明年 林志远成为又台北报